坏运气小姐 周美云是个大学生 在西安上大学 他妈妈怀孕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天上的云 觉得天上的云朵美丽极了 所以就给女儿取名为周美云 然而美云的生活 可不像她名字这么美好 虽然也没有多悲惨 但她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 今天是星期一 美云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因为她想吃食堂的肉包子 那家肉包子很好吃 特别受学生们的欢迎 如果去晚了 就要排很久的队 她伸了个懒腰 只听啪的一声 她急忙低头看去 原来她不小心碰掉床头柜上的水杯 水杯掉到地上摔碎了 周美云 你小心点好不好 社友还躺在床上睡觉 眼睛都不睁 就知道又是周美云 这个糊涂蛋 中国的大学生 一般都住在学生宿舍 通常一个宿舍里 会住四个或者六个学生 美云的宿舍里 就住着同班的四个同学 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美云怕再弄出声响 吵醒舍友 轻轻轻地打扫了玻璃杯碎片 然后走进洗手间 想要洗脸刷牙 但是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牙刷 哪去了呢? 真是好奇怪 他只好从柜子里 拿出一支新牙刷 洗漱完毕 美云看了眼手表 才六点半 太好了 今天一定可以吃到肉包子 他拉动门把手 想从卫生间里出去 诶? 门怎么打不开? 他用力地拉了几下 还是打不开 这个时候 另一个社友起床了 他想进来上厕所 但是 门无论从里面 还是外面 都打不开 社友 社友只好打电话 打电话给维修部 美云 你一个人在里边 别急哈 维修部说 一会儿有人过来修门 我们就先走了啊 啊? 你们不洗脸就走啊? 我们去隔壁宿舍洗了 要上课了 我们就先走了 你在里面 等等吧 等到维修工来 修好了门 别说去吃肉包子 连上课都快迟到了 美云气喘吁吁的 跑到教室 幸好老师还没来 他跑到社友旁边坐下 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 扔下我就走 那怎么办 总不能四个人一起迟到吧 美云叹了口气 说 哎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社友莉莉叹过头来 说 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 就跟你说了 你这名字 有问题呀 周美云 周美云 听起来就像走美运嘛 讨厌 那是我妈妈起的名字 美丽的云朵 美丽的云朵 你懂不懂 什么美丽的云朵 以后就叫你 坏运气小姐好了 复复复得正 说不定 叫着叫着 你就 时来运转了呢 哇 没有 对 我们期待 就不得了 你就不得了 那是